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REPD加減 因為REPD加減有點像轉個彎 還要用重複幾個零 在這個84的前面 那感覺好像不太 所以用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按右鍵出的格式 那格式裡面有一個制定 你其實 制定裡面都可以去修改格式 那一個零表示一個數字 按確定之後000有沒有 按確定之後這邊就會顯示出你要的格式 可是問題你看到的格式跟實際上裡面的東西是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今天可以有個方法 可以把我看到的東西 真的變成有沒有 他裡面存的東西 也就是我可以把 084 這個看到東西 真的也把它變成 這個裡面東西也變084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你看到的東西要變成實際上的東西 中間你需要學會一個函數 叫test OK 所以特別注意以後喔 假如說你要 取得 你儲存格 裡面的某個東西 可是奇怪你每次這樣一切 奇怪怎麼 就不是你要的東西的話 那你要記得 你就是要會test函數 這個test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發現很多人都不會 OK 所以 不會的結果怎麼樣呢 就是最後做不出你要的結果 你的報表就錯誤一直錯誤一直錯誤 然後你就是一直在花那個時間 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那最後呢你解決不出來只好突發電感 突發電感的結果就是 太花時間了 所以有的東西其實對的 就很順暢 一下子 就感覺 整個 一整天的心情就非常的好 OK 不然的話你就 慢慢來吧 我發現真的很多人真的慢慢來 而且每天都會 很忙碌 滑鼠鍵盤 Ctrl C Ctrl C Ctrl V 然後滑鼠鍵盤一直動 一直動 最後結果可能就有什麼 五十肩的狀態發生 就是 可能肩頸會發生 不是手腕痛 不然就是肩頸痛 為什麼 因為 你用錯方法 你把自己當機器人 你把自己當電腦 OK 所以 怎麼辦 像我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因為我第一個我就動了 我把程式寫出來就好了 我不用一直重複 雖然我們可以處理很多東西 但是我 還是不會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把084真的變出來 所以第一個 我們把剛剛的公司先刪掉 或者是你另外再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Ctrl 鍵按住拖拉也可以 接下來的話 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 裡面的084怎麼改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先把它恢復 剛剛這個 Ctrl 把它Ctrl一下 這個把它恢復 好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 剛剛的84跟 這個7 變成00 就是三碼的話 重點一 就是什麼呢 我要能夠使用什麼 使用剛剛講的那個Test函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過了 一樣 使用的類別 在哪裡 它到底要你做什麼 裡面都有敘述 所以以後你們學 函數的話 因為250幾個 說真的你要每個把它背起來 這也太累了吧 所以最好是你要學會 如何 使用函數的方法 要看懂它到底跟你要什麼 你給對的東西 結果就OK了 所以這個是我一直強調的 然後呢 接下來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彈出一個視窗 跟你講說 你給我幾個東西 Value Value就是你給我的資料 值在哪裡 84好了 84給你 有沒有 那底下有個Format Test 特別所以以後 如果你看到 什麼Test的話 這關鍵就是文字 文字的話記得一定前後都要什麼 雙引號 裡面放個東西 反正這個關鍵 其實你想說 我會發現 Excel其實為什麼難學 主要是因為前面這些 這個名稱 應該 Excel應該 要把它翻成中文吧 為什麼他都一直把它 放一個這個很奇怪的 是英文但是又不是完全英文 像Value就看了 像Format還有一個底線Test 是什麼東西啊 根本就是寫給工程師看的 我們是看得懂 但一般人看到就傻眼了 這什麼 不過實際上你慢慢要習慣 看看 他這個從 Excel最早的版本到現在都沒改過 我想說為什麼 微軟上還可以 這個Excel這個軟體還可以 繼續這麼賣 很奇怪 他應該改一下吧 而且說明要清楚 不過不管 那 所以這邊的話呢 Format Test實際上就是剛剛我們制定的那個 其實就三個零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要真的把 剛剛格式化的東西 變成真正的文字的話 那我關鍵一 Test 所以Test前後雙以後 移到中間 給剛剛制定的三個零 他就會幫我把剛剛我 看到的東西 真正就變成 你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呢 可能 實際上存的是84 對不對 那他真的就是幫你轉成什麼 轉成84 的文字 然後幫你把它存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OK 特別注意喔 所以其實 這個Test 應該可以講 它是一個什麼 轉換 的函數 轉換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將來 儲存格看到的東西 跟 實際上的東西不一樣 你可以把它轉成你要的東西 再來做後續動作 就會成功喔 這案例還蠻多 待會可以跟各位講喔 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084出來了 後面的話 007也出來了 所以呢如果剛剛的結果的話 你可以 就是 在 等於 是09 然後AND 這個儲存格 然後 後面的話 AND 一個-的符號 然後我們 後面的話 可以AND AND這個吧 所以其實要不 我乾脆直接 AND自己打 所以有的時候 Test 你自己這樣打 Test 然後 前關號Value Value就是這個 然後 逗點 000 這樣就OK了 打勾的話應該要080加上去 那後面的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把AND AND複製貼過來 貼過來 把G4呢 改成H4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一樣向下填滿了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喔 如果這樣比起來的話 Test函數 跟剛剛那個RE PT加LEN比起來的話 你要用哪一個 當然用這個吧 這個應該相對簡單多了 那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可以想想看 可以找找看 裡面 很多函數 它都有它的作用 只是說 要花一點時間 當然我也是去揣摩 我想說有沒有什麼 我原來想到是REP加LEN 但後來 因為我知道有個Test 所以我就試試看 發現這個方法更好 OK 那只是說呢 如果未來 你每天都要再做一次的話 當然最好是 你旁邊是不是可以 加一個按鈕 如果今天需要一個按鈕 可以按一下 它自動就完成 另外再加一個按鈕 可以自動幫我清掉 OK 那以後就按按鈕就好了 什麼事都不用做 按下去 按下去 那要怎麼去做這兩個按鈕 的方法 方法的話 有兩個 一個是 你不用撰寫任何程式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就我剛剛講的 錄製劇 OK 另外有一個是自己寫的 怎麼做啦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當然重點 如果要產生兩個按鈕 可能要先開啟什麼 其他命令 這上面有個其他命令 必須開啟 一個什麼 潘朵拉的盒子 制定功能區裡面 有個開發人員 從這邊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打勾 按確定 開發人員 錄製劇 那你想說 這個為什麼他 開發人員不預先就幫你打開 那到底很簡單嗎 因為一般人 不需要這個功能 不一定需要 但是如果你 你把他打開 之後呢 你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 你要 即將成為一個 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跟應用人員 是不一樣的 OK 開發人員的話呢 他可以創造很多 本來不存在的東西 OK 所以其實這個有點像潘朵拉的盒子 怎麼做 還有這些 OK待會我們再看 那我重點回顧一下 1 這個 TESL TESL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加 000前後雙以後 2 就是從這個地方幫我開啟 其他命令裡面的 自訂功能區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所以 待會 做完TESL 然後我們是希望 以後就不要重複了 反正做完了然後我就做兩個按鈕 一個是 自不動 一個是 把它清掉